有网友发现某一天正爽围的围巾出现在了另外一处地方呢 没错啊,就是这一条 这条上面绣着类似骷髅头的围巾 爽妹子似乎特别喜欢啊 那这条围巾又怎么会出现在其他人那里咧 胆侃第一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是谁 其实就是和爽妹子时常闹出绯闻的马天宇了 难道两人真的在一起过? 看马天宇的口吻应该是有人送给她的 但是,这人到底是不是正爽咧? 其实早在之前就有人拍到过两人十分友好的画面 而自从正爽深情的盯着马天宇又说出那一番话之后 两人就开始了长长久久的粉纹纠缠 很多人认为两人应该就是恋人模式相处吧 最不济也是互相爱慕的那种吧 其实不管是好友还是真的错过情侣 爽妹子和马天宇都是娱乐圈少偶的低调又努力的演员 还是希望他俩能越来越好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